欢迎回来好久不见好久没有跟大家聊包了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在用的一款非常好用的背包 来自于乐威斯伯的都市探索系列的全天候通勤双肩背包 那我愿意称之为二十升全能小背包 那这款包呢在我骑车健身通勤逛街户外出差旅行 乃至整个生活中都超级好用表现都很棒 那这款包的面料呢有三种材料可以选择 有X-Pack有卡对尔500D有卡对尔1000D 那我这款呢是X-Pack在空包装包不满的情况下呢 它依然可以保持比较硬挺的一个状态 而且X-Pack面料呢防雨 它表面的相对来说光滑一丢丢 那粘了之后一擦就干净也比较好打理 所以我选择的是这个版本 OK那我们先聊一聊背负 那亲测笔记本电脑加上平板加上很多水满带呢也很舒适 那靠背中间镂空提供一定的透气性 而且呢中间还可以把它挂到旅行箱上 不用的时候呢可以用它的这个魔术贴呢把它收纳起来 两侧呢是支撑桿超级强的减震海绵舒服透气 那里面呢有一个轻薄的支撑板有一定的韧性和支撑 肩带特别的宽厚 满带呢肩膀也很舒服 外硬内软 有支撑不容易拧麻花变形 贴着身体处呢也很柔软舒适 毛利点位挂载频繁使用的小物品很方便 可调节磁吸胸带 单手可以丝滑的开合 扣子呢选的非常的好 布膜呢也不刺痛身体 那有的品牌呢选的无论是磁吸扣还是塑料扣 都有一点锋利的边缘 贴到身体的时候是比较不舒服的 这个扣子呢就没有这个问题 那还有就是它这个肩带跟胸带呢 其实是有一定的角度的 随着你这个肩带的不断的调整跟变化 你这个胸带的角度呢可能会受到影响 总之呢可能会让你不是很舒服 它这个胸带呢是可以360度旋转的 所以无论你的这个肩带是怎么样的去调整 你的这个胸带一直都是可以处于一个比较舒适稳固的状态 底部呢是有插扣的 可以在肩带收到很紧的情况下快速脱包 也可以拼接一段拓展呢怎么玩全看你的想象 两个鱼类舱 左手跟右手拿东西都很方便 可以在不脱包的情况下快速取物 中间呢有一排挂点挂频繁取用的小物件 很好用 顶部呢有一块魔术毛面区域 底部呢有一块隐藏式的袋数舱 放头盔放户外频繁取用的外套都行 底部呢也能收纳像手套这样的物品 不用的时候呢收纳进去干净利索 它这个防水压交拉链开合特别的丝滑顺畅 拉链把手呢原装就很宽大好拉 不用像某些品牌呢给你用刺的 让你额外花钱买然后再换 它这个开口呢是一个超大的U型开口 整理收纳物品特别方便 你也可以选择半开 这样呢就不容易掉东西出来 这个内侧收纳呢可以说是麻雀最小五脏巨全 靠外呢有两个收纳袋 还有两侧的内水弧袋 那电脑舱呢就有两个 后舱最大可以收纳16寸的笔记本电脑 前舱最大可以收纳12-9寸的平板 那衬部呢用的料也很高级很丝滑 我的笔记本保护套摩擦力很大 也能丝滑的放进去 前舱正面是一大块魔术贴毛面 怎么玩全品的想象 顶部呢有个挂扣 我经常用来挂钥匙 水材扣和顶部的触感口都有 齐形户外很友好 也可以放充电宝 把线穿出来随时充电 该有的东西它都有 三绑包的情况下 想拿笔记本 其实不用把主舱全拉开 侧面呢留了一个开口 可以直接摸到笔记本舱 包的底部呢摸着很光滑 也很好打理 但是和地面接触的时候呢 摩擦力呢就突然变大 这样把包斜着靠着 也不容易滑倒 好平 两次的水弧袋 1.5升的水 轻松放下 顶部的把手还挺宽的好抓的 那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乐Visper 算是一个加法做的比较多的品牌 如果你喜欢设计感很重 各个方面的功能呢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希望你看得开心 对你有帮助 我是分享运动生活的修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